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米黑客马拉松活动开放日上 从比赛中脱颖而出的队伍们展示了他们的成果 参加比赛的76个团队需要在48小时内 完成从设计开发到样品制作的完整流程 经过激烈的角逐 产生了一个一等奖 两个二等奖 三个三等奖 六个优秀奖 与四个繁星计划特别奖 活动现场 16支获奖队伍中脱颖而出的8个项目团队 对他们的成果进行了展示 并与观众交流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8月5日 小米在北京小米科技园 举办了2023第四届黑客马拉松 创想无界生生不息大赛 该比赛吸引了来自北京 武汉 南京 上海 深圳等多个部门的小米工程师 活动现场 小米集团技术委员会 AI实验室主任王斌 向参观者介绍了小米在技术研发方向的进展 涉足12个技术领域 包括5G移动通信技术 大数据 云计算和人工智能 此外 小米还在智能制造 机器人 无人工厂和智能电动汽车等领域取得进展 并涉及了98个子领域 据介绍 小米目前正致力于构建不断扩展的科技场景 从智能手机到可穿戴设备 智能家居 再到智能制造 智能电动机器人和仿生机器人 小米希望以全方位 全场景的领先科技生态 为用户提供出色的智能生活场景 本次大赛的评审标准 包括创新性 技术领先性 应用场景 用户体验 商业价值和作品完整度 值得注意的是 获得一等奖的项目是 小米AI实物眼镜 基于语意理解的视觉系统 小米实物眼镜 凭借创新的技术和对用户需求的精准把握 赢得了评委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AI实物眼镜 是一款结合了人工智能与眼镜技术的创新产品 它利用深度学习算法和图像识别技术 能够快速准确地识别出眼前物体的种类和属性 用户只需要通过眼镜的摄像头对准物体 AI实物眼镜就能立即显示出物体的名称 用途和相关信息 AI实物眼镜不仅具备强大的识别能力 还具备智能化的推荐功能 当用户对某个物体感兴趣时 眼镜会自动搜索相关的信息 并推荐类似的物品或服务 这位用户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便利 此外 AI实物眼镜还支持实时翻译功能 用户只需将眼镜对准外语文字 眼镜就能实时将其翻译成自己所使用的语言 大大提高了用户的交流便利度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 全世界有盲人4000万到4500万 低视力是盲人的三倍 约1.4亿人 有了这款眼镜 视照人士也能判断周围存在哪些物体 甚至是他们彼此间的关系 这是一套基于语音理解的视觉系统 它同时支持多模态输入和输出 可以识别物品 识别熟人 甚至能点菜 看药品 就连无糖可乐和普通可乐这种细微的差别 这副眼镜也能分辨出来 不仅如此 衬衫可乐的价格也能脱口而出 而技术层面 这款实物眼镜 共分为了硬件 服务端 算法端 和语言模型四个部分 这些模块分别负责实现人或物体的识别 指令的识别和理解 以及回答的生成等功能 AI实物眼镜具有广泛的应用场景 它可以帮助用户更好地了解周围的物体 提供更多的信息和知识 在旅行中 用户可以用它识别当地的名胜古迹和特色美食 增加旅行的趣味性和体验感 在购物中 用户可以用它快速识别商品的品牌和型号 了解商品的特点和价格 为购物决策提供参考 此外 AI实物眼镜还可以应用在教育 医疗 工业等领域 为各行各业的人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控制家中的智能设备 用一只手就可以搞定 这就是小编接下来要介绍的 这个获得二等奖的小黑盒 它的大名叫 小米随心控 通过它就能用手势随意控制家中的设备 而且无需摆设备置于它的视线范围之内 在现场 体验者将手掌对着台灯的方向 并做握拳的姿势 大约一秒钟之后 亮者的台灯就被关闭了 硬件层面 随心控由主板 相机和音箱三个部分组成 被控制设备的位置信息 预先存储在了随心控当中 当摄像头检测到手时 系统会通过计算角度等信息 判断手是否指向某一设备 接着 系统会对手势进行识别 并转换成相应的指令 传递给智能音箱 最后 控制的结果会通过音箱 以语音的形式进行反馈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声音的世界 但同样有很多听照人士 感知不到声音的存在 在与人交流时 他们还可以使用手语或文字 但其他的声音该怎么办 这个获得三等奖的声音透视项目 或许能给我们答案 它可以辨别声音的种类和传来的方向 精度约为15度角 交谈声 警报声 门铃声 这些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声音 会以不同的图标在雷达图上显示 在马路上 这项技术将能帮助听照人士 识别潜在的危险信息 比如汽车喇叭 此外 对一般人 它也能有所帮助 比如当你戴着耳机 聚精会神地打着游戏 与世隔绝般地屏蔽了外界的一切 此时如果出现需要关注的声音 这项技术都能识别 并及时发出提醒 技术层面 这一项目采用了声音事件检测算法 和阵列时音算法 当麦克风捕捉到声音信号时 系统对其响度 方向同时进行计算 并判断声音的种类 三项结果会通过 WebSocket同步输出到前端 如果结合手机或智能穿戴中的接口 还可以让提醒的形式更加丰富 比如应用推送 甚至智能设备的振动等等 团队成员也介绍 相比于整个系统的设计 这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由于篇幅问题 现场展示的其他获奖项目 小编就不一一介绍了 接下来还是聊回本期的主题 智能眼镜上 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说 戴眼镜无非两种可能 一种是视力的需要 还有一种是想当作日常的配饰 搭配当天的装扮 但是唯独没有用来娱乐的 以前如果把娱乐和眼镜放到一起 我会感觉像听了一个笑话 但是近几年科技产品 类目逐渐增多 以前很多单一化功能的产品 在科技的加持下 也被赋予了更多的职能 前几天 米家发布了一款 定义特别新的智能眼镜 米家智能音频眼镜 看到音频眼镜这个词 好多人可能已经懵了 因为在传统意义上 这俩就不是同一个赛道 先别迷茫 小编来为你解惑 简单来说 这是一款披着眼镜外衣的蓝牙耳机 作为蓝牙耳机 喇叭和麦克风都是有的 这些部分都附着着进腿上发功 支持听歌打电话等等行为 就在8月4日 这款眼镜首次推送了重大OTA更新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 这个新型眼镜 有哪些做了提升吧 作为一款主打音频的产品 音质能力一定是基础 在此次更新中 直接新增了音量自动调节功能 优化了音量上限 在蓝牙连接能力上 也将延迟降低35% 尽力保持同频 无论在任何环境下 用户接电话 听音乐 玩游戏都能尽力保持流畅 声音效果清晰 着重让每个用户 都能有着良好的听觉享受 不仅如此 佩戴是否舒适 也是重要的衡量标准 通过过去的用户反馈 进行了优化 直接让佩戴体验再次升级 进入新阶段 除此之外 更新部分还包括APP内设备管理 个性化通知播报 自动待机时间管理等六项实用功能 还新增了通知播报功能 这个功能特别有意思 可以进行个性化定制 直接将你的爱好类型进行细分 重要的信息从不泄露 不喜欢的消息也不会刻意提醒你 主打的就是一个身心畅快 你还能自定义眼镜的待机时长 根据自己的频率进行设计 保证了续航也更方便 米家智能音频眼镜 作为一种新形态的眼镜产品 将眼镜耳机利用的不同特性做了合并 绝对是一种大胆的创新 该品还依旧延续了小米生态链 产品一贯的高性价比原则 899元的零售价 你能接受吗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